好 欢迎欢迎来 李财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我觉得应该出现一点尖叫声 因为现在全中网的同事大概都已经挤到我们的录音间 来看我们的天后了 可是说他是天王也不为何啦 好 先热烈欢迎一下我们最潮的歌仔戏天后 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家 陈亚兰 亚兰姐你好 陈亚兰好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嘉庆君陈亚兰 哎呦 还有烟火耶 太好了 感谢 感谢 好热闹 亚兰姐你这样讲 我觉得你讲嘉庆君游台湾 应该用台湾话来说 嘉庆君游台湾 你讲的语气还比我还好 大家好 我是嘉庆君陈亚兰 哎呦 因为我们小时候 其实都跟着阿嬷一起来看歌仔戏 应该是看我吗 没有 还是杨丽花 看我们的天王 所以我们每个小朋友啊 等到看歌仔戏的时候都会来唱一下 幽黎花过的阿嬷 哇 好厉害喔 好棒喔 真的 然后我妈就说 你这么厉害唱 我没有送你去阿嬷 我就说不扣啊 妙亲啊 我会让拍四啊 没啦 没啦 你也学做有账材喔 不是 我很贫团的 为什么 我爬不起来 爬不起来 没法起来练工夫就对了 我们早上都要起来练工的 是啊 所以你看我们小时候 对于歌仔戏是有这么深的一个情感 跟阿嬷的情感 跟妈妈的一个情感 就家庭的连结 对对 我们好希望一直能够再看到 那这一次是一个什么样的姻缘 我想这台是六十周年啊 是是是 然后您又自己来主持 挑良大当制作人 又当这个男主角 对 一定要当选金钟奖男主角的 一定要当选啊 是什么样的机缘啊 这位如果要讲老师啊 没错的 其实在我们应该有差不多快二十年前吧 君臣秦深那时候拿下金钟奖之后 就电视歌仔戏就在电视频道消失了 将近十六年的时间 因为大概是制作环境的关系吧 然后就是反正有很多不可说的原因 那相隔了十六年之后呢 有一天应该是十二年之后吧 有一天我跟杨阿姨在看电视的时候 杨阿姨说 哎哟 现在社会怎么变成这样呢 那个小孩在抬老婆 我在抬阿嬷 这样不行 这就是可能因为没关系啦 然后当时我就吓一跳 我想说 你就是因为现在环境的关系 可能没有办法再制作歌仔戏 因为做一档赔一档 然后就是我们还是有推出舞台剧啦 那电视其实比较不好做 因为新兴媒体太多 而且数位科技有那么的花钱 所以都不敢下手 可是他一看到电视是这样子的时候 他就想说 好 我要做最重要 正义 那时候我就跟他说 要花很多钱 还要去买房子啊 这样 很好 只要能够感化一个人 我们就是功德 所以忠孝节义由此而生 然后我们就去申请文化部补助 也感谢文化部给我们第一名的金额 但是相对之下 对我们的杨爱怡的高标准之下 还是入不敷出 钱不够啊 然后做完之后呢 观众的评价非常的高 就是因为相隔了16年 没有看到歌仔戏 收视率非常的好 然后就大家就鼓励我们再做下一出 可是歌仔戏剧本其实不是像连续剧这样子 说写好就好了 他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唱段 他必须要押韵的 然后要符合 符合当时的情节 所以很很很很 就是剧本很难产 那幸好我们的编剧张英俊先生 那时候就鼓励我说 不然我有一出戏叫做嘉庆君游台湾 那我心里想说 对啊我跟朱葛亮 在那个就是台式 华视天王朱葛秀的时候 就演一段现代嘉庆君 那非常受欢迎 所以大家都觉得我是嘉庆君的化身 所以就这样自然而然就结合了 听说张英俊是一个疯子 他有来吗 有有有 他有在现场 他真的他非常非常喜欢歌仔戏 而且他也会唱 等一下不知道要不要叫他进来唱一下 真的耶我也好想唱 真的吗 刚刚有听到你在唱杨丽花的君狗 我觉得这个君狗真的是 让大家就会回想到 跟阿嬷跟妈妈阿公在一起的时候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嘉庆君游台湾 我觉得还把台湾有很多的地理历史 地名还有一些俗语 对都结合 都结合在一起 我看PPT的那个乡民他们在讲说 哇真的是科普歌仔戏 就是在里面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比如说嘉义以前的地名就是侏罗 然后打狗 高雄以前是打狗 然后打猫 以前是民雄 其实这些年轻人都不知道 那你知道PPT都是年轻人 对 所以就借由我们的系里面 他说既可以学礼语 又可以知道台湾以前的古地名 然后会 当然我们嘉庆君 就嘉庆君是真的没有来游台湾 但是呢 大家都非常喜欢嘉庆君 因为他歼灭了蔡谦 然后在宜兰设了葛马兰厅 所以我听历史学家是在讲说 我们台湾人民 其实非常的喜爱嘉庆君 所以每次做嘉庆君 游台湾这出戏一定会红 那我就看看能不能脱嘉庆君的福 一定会的 而且我看你的扮相 真的是超俊美的 就一看就是男主角的样子 真的这一出戏让我们重温旧梦 而且会让歌仔戏有新的样貌 对我们这次 这次真的是最难的 这次就是还是秉承着 杨阿姨的精神 她说台湾文化歌仔戏 是唯一一个地方戏曲 但是呢 我们不能原地踏步 不能让台湾文化丢脸 所以每次做戏都是与时俱进 像我们忠孝节议 就用了大量的动画 在第二单元 很多人说我们很像迪斯尼卡通 就是它有很多动物 比如说天鹅 大象 老鼠 猴子 老鼠 那个动画其实动物最难做 因为它身上的毛要一根一根的处理 所以但是在杨阿姨的高标准要求之下 台湾的团队做得非常好 他一直坚持说歌仔戏 很多合作伙伴一定要是 made in 台湾 然后这次呢我们的嘉庆军游台湾呢 除了说嘉庆从唐山过到台湾 必须要搭插准嘛 清条风队跟庆君 过来台湾坐插准 插准 对那所以我们在那一艘船 就编剧在第一集呢 就下了一个大手笔 就是制造那一艘船 又花钱啊 补助钱那么少又花那么多钱啊 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讨论 好我们今天请到大腕级的天王天后了 因为它是最潮的歌仔戏啊 我讲是天后 有时候我不知道该称它为天王还是天后 嘉庆军就难的嘛 但你实际上就是我们最美艳的天后啊 叫我嘉庆军就好了 叫你嘉庆军啊 谢谢 那你刚刚讲与时俱进啊 您这样带过去啊 我真的觉得四个字好沉重啊 对 其实因为杨阿姨就是希望创新 然后但是一定要保留传统 才不失原味 你只唱的时候也要唱 切里面十点快点都要唱 但是呢你可以像这次的编剧呢 它就让歌在该唱的时候再唱 然后呢我们都把节奏调快 就是在选择曲目的时候 我们要很到位 然后但是呢我们可以变更嘛 就是选择曲目也非常重要 你怎么去扣住大家的心 歌仔戏好看就是 我如果考的时候你就考 我如果唱的时候你就会唱 对 对就是你会深入到剧情里面 所以呢就是传统保留住之后呢 像我们三年前的忠孝节议 那时候动画正夯 我们就跟动画结合 那这一次呢 也是有啊 也是有 就是光第一集 我们就三百多颗动画镜头 就在船上所有的全部都是动画 然后但是你还是要吸引年轻人的目光 我们在剧里面呢还跟金曼奖最佳新人 小闹闹合作 还有国宝漫画家 郑问的儿子郑子语 对他做他就单做第二集的一场戏 那其他都是小闹闹做的 那感觉起来你在画画面上就很有丰富感 那编剧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呢 其实演员的设定 他也会有一点卡通话 就是我们不再像以前的剧情 就是好像很平常的说话方式 我们会像昨天播出的剧情就是 你若偷天我就要把我娘娘说 就是家庆要来找妈妈 其实还没找到 我就要把我娘娘说 那王德鲁说你娘娘是谁 我娘娘就是你以前的娘娘 你现在叫我娘娘就是我娘娘 他就会把他给更卡通话一点 对然后更贴近现在的年轻人 对对对 对然后就除了卡曼之外 我们在宣传方面 也是算是戏剧界第一个加入元宇宙 跟随科技趋势 天哪 发了MFT的 你也发了 对 那你要赚了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投资 跟我们以前说 以前是购买钱 我们就是买房 最买了 买房来做人还是买地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想法就是 我就是用这种虚拟的货币 然后在投资到第二 二手市场的时候 他可能又会翻倍 尤其是外国人 非常非常喜欢我们的古装元素 所以在24小时之内 我们就完售了 哎呦太棒了 那我们要请问一下嘉庆君 这个刚讲雨时俱进的时候 你有那个卡通漫画的 希望吸引一些年轻族群 但以我们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细腻的地方 包括你的服装 我想各位如果有看嘉庆君的话 你一定会被他的服装所吸引 那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嘉庆君可是台师大国际时尚硕士班毕业的 不要开玩笑 还没毕业 还没毕业 论文还没教 你已经毕业了 论文比较不要敢说 没有啦 我怕台师大的老师听见了 上次我就是去领毕业证书 因为有人毕业 但是要大家一起毕业 所以那时候记者不知道的时候 就写说我毕业了 然后我们的老师就说 你还没有写论文 不能说你毕业 我说对不起 因为大家以为我们大家都毕业了 我们都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们就说老师那你要帮帮忙啊 会会会 我一定会如期毕业 不能让老师丢脸 就像我做歌仔戏 不能让杨丽花没面子 不能对不起观众 不能对不起自己 你看我们嘉庆君的那个肩膀上的担子有多重啊 刚讲过要让大家重温旧梦 又要让大家有新的一个样貌 又希望年轻人能够进来看看啊 那我们刚刚讲到一个关键点 就在于说那个服装啊 我真的觉得很喜欢啊 坦白讲以前我们大概听过 墨蓝笛色就会很喜欢了 可是这一次我们嘉庆君定调了 我们亚兰姐定调 它是一个长春花蓝色 对 它其实在国际一个pantone的那个 就是他们有一个评价标准 就是今年的代表色 就是长春花蓝色 就是你这首穿的 对对对 就嘉庆君海报上的这一套衣服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秉持着杨阿姨的 Made in China的团队 Made in Taiwan的团队 对台湾的团队 所以呢 我们的设计师有四组人 一组是我们长期合作的蔡桂林老师 然后还有就是秦明英小姐 她的勤加班 她在我们台湾也是驻扎很久 对还有一位时尚周的 时装周的那个设计师 她叫Kid 她是一个年轻人 对 她也设计了我们非常多套的 像我们卡曼所有的衣服 几乎她设计 那真的是有真的是老前辈的 然后还有新秀不断的加入 对对对 所以呢 就是一样是 我都是接受杨阿姨的指导 她呢 其实就是偶像剧的开山始祖 你不是觉得歌仔戏 她就是走偶像路线吗 是 所以我们后来才流行说 年轻人在演偶像剧 其实最早的偶像剧就是歌仔戏 小声蜜蜜掉时间 小胆蜜蜜的搁电刷 那就是都是偶像 真的是耶 一颖一笑都牵动了 我们的感情跟情绪 而且看久就爱上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每每在每一个 就细节上都会下功夫 像你看到我这个海报 头上这个头戴 其实是杨阿姨亲自设计给我的 天哪 你不要看她那个绿色跟那一点红 那一点红完全的把你的那个 脸色跟那个韻味 还有桂器都称出来 然后那条佛珠是真的家庆带过 是一位教授借我的 那你好好保存啊 我连动都不敢动 只有戴的时候敢拿出来 然后我眼睛都盯着 我的助理跟服装师怎么收 把那条收起来 你烧帕的时候还小一点 哦 赶在这条我没烧帕 有烧帕我不敢刮这条 你背不弃呢 对对对 你如果有戏得差 我再来找你 教我买哪一张股票 我才赔得起 我们看到了就是传统的戏剧 然后你又看到这么多 传统跟创新的一个冲撞 说实在你会被纠结 那如果说要创新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是不是应该也要 就是那个拿捏 你有没有纠结过 我其实是没有 因为我觉得最主要你的根要保留住 就是你的原味保留住 然后我们想结合创新的时候 绝对不能四不像 一定要能够结合你再去做 你如果结合不起来的话 你硬要去做的话 就会让人家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都会觉得 我们比如说编剧在戏里面 写一些比较卡通的对白 所以我们才会发想往卡曼走 那你只要结合得很完整的时候 其实会对这部戏非常的加分 那硬要结合的话就没有办法 像我们MFT就结合不进来 我们只好把它做成行销方面 的确要有为有手 就在戏剧上面的坚持是要有的 可是在其他小元素 只是强化上面的部分是有的 所以我说这种拉锯战一定有 你看一出戏的一个完成 有多少时间的一个酝酿 好的主角 好的编剧 然后吸引年轻人 还要西婷家营主妇 我觉得对于亚兰姐 我自己非常的钦佩 我更爱嘉庆君 不想要听众朋友爱不爱嘉庆君 你可以给亚兰姐一句话 鼓励她在我们的粉丝团上面留言 她现在都看得到 我们待会儿就是要 真的要鼓励一下 因为她一直卖房子 一直赔钱 一直要还要继续做下去 这真的是很辛苦 我自己觉得 重温旧梦跟新的样貌 这给她很大的一个考验 给亚兰姐鼓励一下 留个言 然后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好 这里是阿拉Radio 中文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 理财生活通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 就是真的是最潮的歌仔戏 天王天后 陈亚兰 我们的嘉庆君 已经到了中广了 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了 那么现在我们有看到 粉丝团上面的留言 然后我们的嘉庆君 就跟我要卫生纸 太感动了 我觉得观众 给我很大的动力 让我可以继续走下去 要不然真的好辛苦 真的很辛苦 我们刚刚讲过 多谢你们那么的付出 让我们可以重温旧梦 想起我们跟长辈 阿嬷相聚的一个时光 然后又有新的一个样貌 真的是很辛苦 可是 Kipping 他说我最爱亚兰姐 小时候晚上六点半 都跟阿嬷一起吃饭 一起看电视 当时都是看杨丽花阿姨 跟亚兰姐的戏 阿嬷说 那个帅哥其实是女的 然后有人说 全力支持嘉庆君游台湾 有人说 我爱嘉庆君游台湾 然后有人说 亚兰姐 你是我们心目中的美男子 你的一举一动 都牵引着我们 我们好爱你 每天都有准时 收看嘉庆君游台湾 他又说每天有准时 他又说八点 那表示他真的有看 有人呢 我每次问他说 你有没有听 理财生活通 有有有几点 他说嗯啊 他讲了八点 那就表示他是有看的 谢谢你 他就说 超爱亚兰姐 跟杨丽花阿姨 你看你们的歌仔 是我小时候 跟妈妈最爱的时光 因为有着满满的爱跟回忆 然后亚兰姐 超爱你的坚持 你的勇气 让我们一起冒险加油 嘉庆君游台湾 要破二了 谢谢 你的金言 希望能够 因为这样可以引起 让更多人 知道这出戏 因为更多人 看官员的小孩 不会变败 就是啊 要让所有小孩 都看中校自己 才对 对吧 对吧 他还有人说 亚兰姐 下次来分享一下 那个福建厦门的房地产 好哦 我2005 我2005 2005进去 然后2010的时候离开 那当时我的确有在那边投资 但是真的 有赚 有赚 但是现在已经离开那么久了 我不敢欲白说 你不要让我害到 因为我今天要来上节目的时候 我稍微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节目是叫人家理财 更赚钱的 结果找一个特别来宾来 都在了解 可是 可是 报告皇上 我们钱要花在有灵魂的地方 其实 真的 谢谢你告诉我这句话 你说人生也不就是赚钱跟花钱吗 对不对 那会赚钱 摇会花钱 钱花在哪里 我真的很感谢 所以刚才广告时间 我一直跟我们嘉庆军报告 跟亚安姐讲 我就说 真的有你们是我们台湾 真的很大的一个幸福 所以你看有人讲 你们就是台湾 歌仔戏之宝 全台湾的荣耀 谢谢 好感动 这样我虽然已经在这一个月 积极的环倒了五六圈了 所以听到这句话很感动 我其实 自己觉得这几天有一点体力不支了 所以本来他们有要求我说 可不可以现场唱歌这些戏 我是怕我唱完以后 大家都不看了 因为现在嗓子跟身体状况 是非常疲惫的 不用想不用想啦 你要看晚上八点台湾打开就有了 你是怎样 就有听到我在唱了对吗 其实我们这次的剧情真的蛮新鲜的 而且编剧真的 她的手法真的会让你永远猜不到 我们有两个女主角 一位叫做梅影一位叫做刘英 但是大家都在猜说 他们两个以后会不会成为我后宫家里 其实要告诉大家 先剧透一点点 就我上次说的 梅影不是梅影 刘英不是刘英 就是编剧就埋梗埋得很深 但是嘉庆君还是嘉庆君 王德璐还是王德璐 但这两个女主角会让你猜不透 所以张英俊你待会不能走 你给我讲清楚才能走 所以剧情呢 我们的tempo走得非常快 因为只有短短30集 看一支你就减一支了 有人讲说 真的感谢亚兰姐的歌仔戏 陪我度过那些时光 她说亚兰姐超厉害的 会演戏又会主持 好像有主持 跟普徐亮主持那个 好运望来 你看她是不是死忠的 对对对 看我看很久了 这次主持我还是要跟主持人学习 没有 我是可以讲一些 比较有亲和力的话 那请问一下 像这一次当然你跟年轻人 都有一些接触了 然后你自己也有带一些年轻的演员了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跟年轻人相处的一个状况 跟年轻人相处 那不好吃吧 现在的年轻人不是 就像杨阿姨教我们的时候 她其实她们以前都被打骂 练就一身功夫的 但是她到我们这个 在教我的时候 就用爱的教育了 也不会打 也不会骂 用黏的你就受不了 唐三丈对着孙悟空 下咒语 那你就知道自己要反省了 那对下一代呢 更是打骂都不用说了 连念的机会大概都很难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要以身作则吧 以身作则先做给她看 她自己感动了之后 她就会跟随着你 你没有办法叫他们说 一定要跟着你做什么做什么 但是我只有坚持说 电视上出现的表现 你们我一定百分之百坚持 因为电视播出去就是播出去的 你演的不好 观众一目了然 那你要对观众负责 也要对你自己负责 你以后你会后悔 哎呦对 可是你现在不但是对你自己负责 你还要对杨阿姨负责 对不对 我们天王要负责 那你会被要求年轻人 要对你负责一下 你现在不是有带一个配 就是我们 我是杨丽花的时候 有挑了20位学生 学员 他们都让他们加入 他们其实都有经验 在野台戏都有经验 但是在电视上跟野台戏的表演 是完全不一样 又不一样了 对 所以都必须要从头学起 那能不能像杨阿姨这样要求我们 是希望啦 因为我们要求的越严格 他们的进步空间越大 那像杨阿姨是把一生所学 她能讲的就告诉我们 我也一样 我们都不藏私的 以前的师傅是会藏私 不会告诉徒弟的 但是我们几乎就是把我所有这几年的 十几十年的历练 不敢讲多少年 然后完全的就是在很快速的时间 希望他们达到他们的自己的目标 跟播出的要求 是啊 就是说慢慢的带 但他们自己有这样一个体认 不再打骂 但是要记得 记得 这样的用心 不过我们看到最近的演出 收视率一直都非常非常的好 我看到我们的叶炳城老师 他都在讲说 对他很好玩 他说不要小看我们家进军 辣的时候很辣 跟那个韩国的那个机会秀都 这个不相上下 真的 我发现你比他还辣 那我想要请问一下我们亚兰姐 你觉得扮小生跟扮小蛋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跟他广告时间其实我聊过 我说他扮男生跟扮女生都是极品 那你喜欢扮男生还喜欢扮女生 你喜欢扮小蛋还是 小蛋其实这个行当不一样的 学习方式也不一样 那但是因为我也是 我父亲以前从内台到外台 他都有经营嘛 所以我在加入我父亲的剧团的时候 其实因为是老板的女儿 所以什么都要会演 小生小蛋老生什么彩蛋 还有丑角全部都要演 所以对我来讲是没有什么分别 只要说你是一个演员 你就要尽责 但是因为我的身高太高了 所以只能演小生 所以我就专攻小生的行当 但是偶尔呢 杨爱姨也会把我调去演小蛋 比如说洛神的郭向 还有在小巨蛋演出的薛丁山 你帆绿花我演帆绿花 只要有需要的其实我都可以演 但是航档不一样就是要再练习 我在演帆绿花的时候 穿破了两双绣花鞋 就是一直要跑原场 因为小生的脚步跟小蛋的脚步不一样 所以你小蛋的脚步要连花布 所以我就一直在练跑原场 一直跑到磨破了两双绣花鞋 哎哟 真不甘耶 那还是当当航档 还好是秀花鞋破不是我的脚破 但是就是你必须要 航档不一样 你就必须要下苦功 对 下苦功去练习这样子 那看起来还是当小生容易一点吧 小生也不容易 因为你本身是个女的 你要去揣谋男生的心态 我当时会 其实我以前不大喜欢歌仔戏 后来会想要传承 或者是说想要继续 我是被杨绿花杀掉 我就想说一个女生 怎么可以这么像男的 比男的还要男的 还man啊 对 比男的还有吸引力 所以你光那个吸引力 眼神还有那个架势 你要学到很吸引人的 其实要好久的时间 杨爱德曾经说过 一个小生要成才 一定要40岁以上 你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我是不止40 没有关系 其他驾银行 好 谢谢 这也驾银行 最后还有钱 可以驾银行 好 我们真的期待 大家真的要支持 真的是我们台湾的荣耀 而且他们这么辛苦的一个付出 又带动年轻人 进入这样一个领域 让我们一起重温旧梦 让我们一起看到 他们新的样貌 嘉靖君游台湾台式八点档 不要忘记了 谢谢杨兰姐 谢谢我们嘉靖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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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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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ke radio